两年前 有这样一部奇观大片刷爆了整个豆板 他的票房曾利亚雷神寺拿下了当时的收视桂冠 但他的口碑却严重两极分化 有人觉得他无聊透顶 看完之后仍旧是一头雾水 也有人说他是差一点就能用伟大来形容的电影 还赞誉他再一次改写了恐怖片的天花板 但哪怕抛开这些不谈 在看完他之后确实影响了我抬头看云时的心情 那是一个在平常不过的午后 父子俩像往常一样在自家马场里忙碌着 可就在儿子转身回家的空隙 他手上的手机却无故黑平了 在他那么之际 他头顶的天空也传来了阵阵一响 紧接着 无数金属零件就莫名砸向了地面 等到他再一转头时 就发现马背上父亲的身影变得摇摇欲坠 接着便直接栽倒在地 尽管他第一时间朝着医院赶去 结果却还是晚了一步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父亲的死因竟是被硬币砸穿了头颅 官方在事后给了他一个勉强的解释 螺旋桨飞机意外掉落的零件导致 可儿子OG压根就不相信 但奈何没有东西来佐证他的怀疑 而由于父亲的离世 马场的生意也变得无比萧条 为了生存 OG和妹妹小爱只能继承副业被迫上岗 他们的工作是为好莱坞提供拍摄用的马匹 可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次试镜机会 结果却由于经验不足 被意外受惊的马儿一脚踢碎 这也让本就拮据的两人愈发的举步威艰了 无可奈何之下 他们只好决定先卖掉几匹马来维持生计 两人随即就联系了附近的游乐场 游乐场的老板朱普刚好在筹备新的节目 他十分干脆的一口气满下了十匹马 并且还表达了收购整个马场的意愿 妹妹小爱有点心动 但OG却没有同意 毕竟马场是他们祖祖辈辈的心血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收购马场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晚上回到家 无所事事的两人正缅怀着过去 妹妹却突然瞥见有匹马跑出了马厩 OG好奇地过去查看 只见马儿竟直接越过围栏 发了风势地朝着远处狂奔 当她沿着痕迹追上去时 马儿却早已没了踪影 这时 她的注意力又被远处的游乐场所吸引 那里似乎正在排练新的节目 她还依稀听到了一个关键词旷式器官 可突然 随着游乐场的灯光一阵闪烁 OG竟再次听到了那阵熟悉的异响 而这一次 她分明见到了一个类似飞碟的不明飞行物引入云层 她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了妹妹 接着赶紧查看马场的监控 可由于监控太过老旧 里面什么都没有拍到 两人一通合计 一来为了找出杀害父亲的凶手 二来如果真的拍到了飞碟的影像资料 那他们也能借此发笔横彩 于是到了第二天 两人立马来到镇上采购了最新的高清摄像头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将安装设备的黄毛请到了家 黄毛也很快就调试好了所有设备 然而当她听到OG让她将摄像头对准天空时 本就是飞碟爱好者的她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可不管她如何询问如何试探 OG却始终闭口不谈 而为了充当诱饵 妹妹小艾甚至特意去游乐场偷了一个假马 到了晚上 刚喂完马的OG准备回屋时 就惊喜地发现之前跑丢的白马又自己跑了回来 他刚准备迁回马就 马儿又突然停了下来 身前的路灯也骤然熄灭 紧接着 马儿就再次甩下她夺命狂奔 再然后 她就赫然见到身后的假马被一股飓风卷进了云层 这一幕直接将OG吓懵了 直到一阵沉闷的轰鸣声将她惊醒 她才反应过来拼命朝着家里狂奔 见到云层内的不明物体这时也追了上来 她只好又慌忙躲进了马就 而似乎是马就遮挡住了视线 不明物体随即就将目标放在了疯狂逃窜的白马身上 直到白马也嘶吼着消失在了飓风之内 世界才终于安静了下来 回到家的OG第一时间就去查看监控 可悲催的是恰巧有只螳螂挡住了视野 他们还是什么也没有拍到 到了第二天 安装小哥黄毛不请自来 由于经不住内心的好奇 他在昨天回去后就通过后台一直在远程观看监控 在监控里 他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不管他将监控加速到多少倍 马场上空始终有一团云静止在那里一动不动 而眼看无法隐瞒 兄妹俩也将不明飞行物的事情告知了他 他们推测这团云或许就是那个不明飞行物的栖息底 可仅凭这些人就无法证明什么 为了重新拍到更清楚的影像资料 黄毛主动要求加入其中并重新调试好了设备 这时 OG又从地上捡到了一张游乐场新节目的宣传单 表演时间刚好是今天 联想到那天晚上的动静 若有所思的OG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可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那里即将迎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原来游乐场的老板朱普 其实早就知道了不明飞行物的存在 他大肆收购马匹的目的也是为了饲养它 由于小时候的特殊经历 他自负地认为自己能够驯服这个不明飞行物 那是在他七岁的时候 美国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动物商人事件 在一档节目的录制中 一只被驯养的黑猩猩突然发狂 在场所有演员非死即伤 唯有一个亚裔男孩侥幸活了下来 而这个男孩正是朱普 当时的他在见到星星发狂的同时 也见到了一旁一只树立的鞋子 这诡异的一幕连同星星失控在他心里成了一种器官 而他的侥幸存活 更让他确信了自己对于器官的掌控 所以这也是如今的他妄图驯服不明飞行物的原因 然而想法很美好 现实却是残酷的 他的表演还未开始 天空中就传来了阵阵嘶吼 一个庞然巨物随即就从云层缓缓现身 猝不及防之下 朱普也只能跳过所有环节 试着将马放了出来 再然后饮料机就停止了运转 当所有人抬头凝视天空时 的确见到了此生难忘的器官 可下一秒 这所谓的器官就将所有人吞噬殆尽 原来这并不是所谓的不明飞行物 而是一个巨大的未知生物 另一边 OG此时也来到了游乐场 可他发现这里不但空无一人 甚至凌乱到像刚经历完风暴的清晰一般 他又一路走到了表演场地 这里也只剩下了他迈出去的马 他正遇上前 谁料未知生物竟再次现身 再然后 当OG醒来后时间就已经来到了晚上 意外的是 他那匹名叫幸运的黑马竟也幸运地活了下来 在将马儿装上车后 他立马就将游乐场的惨剧告诉了妹妹 并推测这或许是一种大气生物 而且他还具备领逼意识 可说着说着 电话却直接断开了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OG赶紧朝家里赶去 与此同时 已经离开的黄毛也再度折返 瑟瑟发抖的他刚躲进桌顶 屋顶正上方就传来了一阵凄厉的惨叫 当惨叫声停止后 无数金属碎片又随之掉落 窗户上也躺下一股股血水 再然后 一副宛如人间炼狱般的场景徐徐展开 看来大气生物报复性地将这里当成了他的茅测 刚来到家门口的OG车子也瞬间失灵 他也见到了这无比惊悚的一幕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又打开车门抬头看了一眼 尽管他迅速缩回了车内 可这一眼还是暴露了他的位置 所以下一秒 大气生物就将之前的那匹甲马物归原主了 这下子 这也代表着怪物或许已经离开 OG第一时间来到黄毛车旁 屋内的两人也迅速朝他跑来 可就在这时 怪物的身影却再次从云层浮现 千钧一发之际 OG莫名想起了那次试镜的事故 动物界中直视眼睛会被视为一种挑衅 而那次刚好是工作人员无意中让马儿透过镜子与自己对视 这才导致了他的失控 想到这里 他赶紧低下头 谁曾想这一举动竞争的有效 怪物静止地从几人头顶飞走了 而OG三人也火速逃离了马场 他们原本打算就此放弃这个发财梦 可以想到父亲的死和那些无辜的生命 他们终究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恐惧 重新回到马场后 一个有名的摄影师主动找上了他们 他看到游乐场事件的新闻报道后 也抱着和黄毛一样的想法来寻找素材 这让几人一拍即合 做死小分队也成功增加到了四人 在说明情况后 他们迅速制定了拍摄计划 由于怪物所到之处电力都会消失 摄影师专门拿了一台手摇摄像机负责拍摄 黄毛则充当他的助手 接着 他们又通过汽车引擎的联动 在马场内放置了无数充气人偶 最后 OG给那匹幸运的黑马套上偷套 他准备亲自驾马来充当诱饵 而妹妹则留在房子里通过监控缝满全局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 OG随即就开始在马场内驰骋 摄影师和黄毛也来到半山腰随时准备着 然而怪物没等到 他们却等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一个新闻记者文讯赶到了马场 尽管小爱第一时间警告对方赶紧离开 可记者不断毫不理会 还静止地冲进了马场 所以当小爱通过监控察觉到怪物已经到来后 惨剧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 不忍心的OG还试图救援 可他刚抬起记者 周围的人偶就再次倒了下去 头盔上这时也反射出了怪物的身影 然而无比讽刺的是 死到临头的记者竟还在嚷嚷着他的相机 OG见状只能丢下他夺命狂奔 而怪物在吞噬掉记者后也开始对着他穷追不舍 接二连三的挑衅之下 怪物早已没了耐心 危机时刻 OG一把扯下了早已准备好的采集 一瞬间 怪物似乎也回想起了那个无法消化的假码 本能的抵触让他直接放弃了密室 OG就这样显知又显得再次捡回一面 而半山腰上的摄影师也将这一幕完美地拍了下来 他们的计划圆满完成了 可就当众人以为事情到这里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实 摄影师却仍旧心有不甘 一生都在追求影像真理的他想要更近距离地拍下怪物的心态 所以他不顾众人地劝阻独自一人来到了山顶 而怪物也十分乐意地满足了他的心愿 在被吞噬的前一刻 他始终都没有放下手里的相机 以训道者的方式拍下了这位有他才能够看到的奇观 可这突然的变故却让其余几人慌了神 不知所措的黄毛更是成为了怪物的下一个目标 好在飓风将他卷下了山坡 缠满全身的铁网也成了他的保命符 眼看吃不了黄毛 怪物又将目标放在了另一个凝视他的小爱身上 尽管小爱第一时间躲进了房间 但怪物这一次竟然直接将屋顶掀翻 幸好他在最后时刻逃了出来 这才捡回一命 而在接二连三地被到手的食物戏耍后 愤怒的怪物也缓缓地露出了他的完全体 下一刻 低沉的嘶吼声更是响彻了整片天地 小爱这时也好不容易赶到了摩托车前 可他刚准备点火 周围的人偶就瞬间倒下 为了救下妹妹 OG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怪物身前 面对着赤裸裸的挑衅 怪物却变得十分谨慎 他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吞下欧举 而是张开了他那破步一般的大嘴 看样子似乎还骂得挺脏 再然后 摩托车就成功恢复了电力 意识到哥哥已经凶多吉少 悲愤欲裂的小爱在吸引到怪物的注意后 迅速启动摩托就带着他往游乐场狂奔 属于他的反击正式开始了 只见他先是用一个完美的阿基拉甩尾停下了车 又迅速放飞了游乐场的巨大亲戚玩偶 智商感人领地意识又强的怪物 肯定不会放过这送上门的目标 接着 他捡起地上的硬币塞进了一旁的手摇相机 当怪物成功被玩偶吸引 并将其一口吞下的瞬间 吃饱喝足的怪物在下一秒就恢复到了飞碟形态 然而剧烈的压力也将他体内的玩偶挤爆 当一阵白烟飘过 怪物随即就散落成了漫天碎片 见到这一幕的小爱兴奋的大叫 他内心的绝望和压抑终于得以释放 可在一想到OG的牺牲 他又陷入到了无尽的悲痛 然而 当他转身回头时 OG的身影却在迷雾中缓缓出现